所作所为得为了上天,又为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为被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为天为大为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忍于私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精骨,恶其体肤,空伐其身,情浮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道大道无行,生欲天地,大道无行,运行日月,大道无明,将降万物,无不知其名,向明曰道。 心静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知己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是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 我们只好看其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似回生时,我们会高庆的说天底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 如空中有许多电坡存在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坡,只要能够适合的方法收音机便是。 我们不但能知道电坡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坡有正确的接触。 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泡汉宇宙合为妙自然。 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 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人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新约约约翰福音一一三圣经创始起1.01分-5 General 1,1 起初神创天 General 1,2 必至空虚混沌渊灭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1,4 神看光是好的,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1,5 神称光,未就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General 1,5 神看光饼向着 Marshall 2,1 神远 General 1,5 神看光,5 神看光到海外,有行 spread instant radiations动压 General 1,5 神看光 jerk 生灵之真主在,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 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 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因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 就如大雅所说的英知未丧失,克配上帝。 诸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 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帝。 既是诸子和橙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 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 基督教替邪归正论,第五六也,老母娘清静今云,大道无情,生育天地。 可知天地之缘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 道德经首母章第五十二天下又是,以为天下母。 记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陌生不代。 黄母训子师界,三界为道独尊或独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界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五。 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信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他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 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天主佛于自信佛,主耶稣对物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时,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约看十七二十一,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及其辽兮,独底而不在,周秦而不在,可以为天地母。 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常为知名曰大。 大曰是,是曰远,远曰返。 不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欲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大曰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我的名在外方中,地尊为大。 在各处人,地奉我的名。 烧香麻,拉基书一一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道德英会成章,第二十五,皇母,老母,娘及世,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业,和华万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道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道真理。 老母娘,慈讯明明,灵灵,一遍,光上帝,四,而真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旨,清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微,灵,理至圣心,法,父贤良,三甲,予,此云不失方,共母朝母娘,为灵,归,曾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 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亦言,明明上帝,圣靠之意,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 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 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 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是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 他,不再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声欲天体运行日月长想万物的大主宰。 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碧瑶之大人,于顺之大小,下宇之大公,文王之道德,周公之大财,老子之感应,孔子之中处,释迦之能净,耶稣之博爱,牧圣之清真。 观音之道词,世智之启舍,文书之大财,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名,五目之经中等十方众圣三是诸佛,一切奥义妙底,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 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 上帝的性体尽虚空天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 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但为天地,笑而无美,气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将海景泉,白云彩虹,玉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 宇宇宙森罗外相,全在上帝的性海中。 无量心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形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 是真空妙有,虚灵无灭的。 至尊至圣是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 敬奉其德是圆荣完美无缺的。 三界十方,三界四指,玉界色,界无色,界。 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 上下,要上帝的性体竟需空,天发界无所不在。 三界二十八天图万灵真,再说明上帝的圣灵。